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很多觀眾朋友應該有感受到 各地天氣狀況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很清朗 而且很炎熱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今天各地 這個天氣狀況都還算是穩定的原因 是因為在臺灣上空 沒有明顯的天氣系統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見得到陽光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到 明天其實天氣狀況跟今天差不多 很多各地的降雨機會都比較少一點 像是今晚到明天 只有在山區會有零星的短暫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整個上半天來看 各地都還算是蠻清朗的 只有午後在這個北部的山區 偶爾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但是雨是都不會太大的 那麼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了 明天一整天都比較熱 也要注意紫外線會比較高一點 從這張圖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區 紫外線都會來到過量等級的 而至於在南部地區 一整天可能都會是來到 這個危險等級的 也就是如果沒有做任何的防曬措施 在外面十五分鐘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曬黑曬傷了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帶來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現在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臺北跟新北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高溫來到三十五度 桃園新竹跟苗栗同樣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另外在台中 彰化跟南投 晴道多雲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五度 雲林架一跟台南 明天同樣是晴朗的天氣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至於在高坪地區 明天一樣是晴天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五度 往都不走 明天在宜蘭花蓮跟台東 通通看得到陽光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繼續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天氣比較不穩定 金門跟澎湖都見得到陽光 澎湖的溫度是二十八到三十三度 好 為大家整理一下天氣的資訊 明天各地都是比較炎熱的 外處一定要做好防曬 也要多補充水分了 另外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周五這個南方的水汽影響 因此午後會有降雨 要提醒大家要特別留心 那麼另外一方面要提醒注意的 就是說這個周末封面就會抵台了 到時候全台都會有降雨 好了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